美高美与澳中志愿青创孵化中心合办的美高美创孵育成计划6月29日正式启动 该计划以专业代教的方式为青创团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指导 培训涵盖人力资源酒店运营等范畴 创孵育成计划去互相推动大家了解一下对方 实在博企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的市场是面对什么的人事 让我们年轻的创业者也可以更准确的朝着这些目标去创造它的产品 这个我才觉得是最好的时间 创副中心会员企业也表示 该计划为企业提供了全新的合作和发展机遇 运用了之后都有促成到和其他不同机构的2B的合作 我们现在除了和美高美合作之外 另外2B还有和一些金融服务机构去合作的 这样就是提供一些线上的课室 去给他们做内部员工的一些培训 美高美采购行政总监梁永鹏表示 在采购方面 本欧中小企占比超过25% 未来有增加趋势 通过今次的计划希望认识更加多的中小企 也都我们每年会有商业配对 都认识每年都会超过过去的七八届 都有超过100个的不同的中小企参加 通过这些配对都认识很多新的中小企 不断加入我们的供应商 中小企从过去的一路一路上的数字都是增加的 本期计划目前已有50个创夫中心会员 及中小企报名 美高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冯晓峰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合作为创业者搭台假梯 将本地创意转化为实体经济和产业